你现在收听的是新州主编点新闻 哈喽你好我是Christine 哈喽我是丽萍 是那现在呢我们要来关心的就是 沙拉越州这里的狂犬病疫情了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除了古镜之外呢 在美里还有事物啊 其实也是有传出的这个狂犬病疫情 那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 也是让很多人开始感到害怕还有担心 就是说其实这个情况真的是已经那么严重了吗 是的我觉得在这个宣布之后 很多人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那么这个宣布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 这个疫情是真的已经是扩散了 一年多前它只是才局限在南区 就是在古镜和这个西连和斯里阿曼一带的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北区和这个中区一带 都开始出现有这个狂犬病的这个病例了 就表示说已经蔓延了 就是说我们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应该要认真的 更认真的看待这个事情 是那沙州灾难管理委员会 道格拉斯他就表示说 从去年的7月到现在呢 全沙拉越一共有19000多宗 就是被狗咬的案件 那其中三分之二呢 就是被自己家里的狗狗咬伤的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为了要防止这个疫情扩散啊 沙州政府它其实也是连同多个单位 就是展开了大型的这个抓狗行动 那目前在全沙各地已经是捕捉了多达一万多宗的这个狗狗 这个数量其实听起来是还蛮大的一个数量 对它这个数量其实是每天都在增加 包括每天有人被狗咬 每天有人被猫找上 这个案件这个案例都是一致在增加的 是那其实就是在这个疫情发生之后呢 对于丽萍来说会不会也是那种感到非常害怕这样子呢 当然我觉得是说人民应该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不能够再掉以轻心 有些时候是过去我们发现这个就是说有这个死亡病例的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有些案例很多是发生在藏物地区 没有在城市地区发生的时候 城市地区的人民相对的是比较松懈的 他们可能认为这个可能是他们的教育水平不够不够高 没有意识到这个狂犬病的危险 但是到后来的时候有一两宗的死亡病例 好几宗啊不止一两宗 是在城市地区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意识到问题真的是没有这么简单的了 所以我宁可我们的人民呢 是用一种是一种很严谨的心态去看待这个事情 不要是认为说我不会是那个倒霉的一个人 是那其实呢就是讲说在这个狂犬病疫情扩散之后呢 有时候你出去的时候你看到这些狗狗 不妨就是你是会心里面感到害怕对不对 因为你也不知道说这一只狗就是你眼前的那一只狗呢 其实它是不是带有这个狂犬病的病毒这样子 所以这个事情上我其实很能理解就是这个我们地方政府的这个捕狗队 现在已经下令说如果即使你是有带狗牌的这个家犬 你只要在住宅区外面流淡 你被这个捕狗队的人看到的时候 他是可以对这个把这个狗给抓上车的 我觉得这个是保障这个人民安全的 因为你的主人你不能够你既然不能够把它拴在家里 你不能够确保它有会不会咬伤人 或者是你根本不知道它会不会是已经被这个狂犬病感染的时候 那么捕狗队的这个行动其实是保障全民的安全的 所以这个我是很认同的 是那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说就是在之前呢 我们就是有访问过这个沙拉越兽医局的兽医 那他也是有教导我们说如果真的是不小心被狗咬伤的话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赶快去清理这个伤口 对长达15分钟 那之后呢就要赶快的到医院去治疗这样子 当然他还有提到的一点就是一定要为这个狗狗注射疫苗 那其实就是在沙拉越这里呢 爆发这个狂犬病疫情之后啊 就是每一个星期吧都会有这个免费的狂犬病的疫苗注射活动嘛 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是可以希望说就是呼吁大家 就做一个有责任性的狗主这样子 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说有些人可能他们觉得 就是我去年有打了这个喂狗狗打了这个就是疫苗之后呢 那今年应该是不用再打了吧 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呢就是在这个注射疫苗呢 这个疫苗它其实是有时效性的 就是一年之后呢 它的那个时效性基本上就是可能已经用完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说就是在人民的省觉方面呢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 大家已经是对这个狂犬病疫情啊 已经有了一个很高的一个省觉了 只是接下来到底要怎么样去防止呢 你觉得说人民跟政府可以有怎么样的一个很好的配搭 我觉得就是你人民本身的省觉一定要很高 不是说只是说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 你一定要配合 然后政府现在你看它也开始采取一个措施 就是说它开始要在边界边际的地方 或者是说跨省的地方呢 它开始做这个就是不要让这个家犬 这个猫狗啊就是跨境 跨境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 这个其实是在一开始狂犬病发生的时候 就应该要做的 因为当时候我们就怀疑这些猫狗啊 是不是从这个老鼠路啊 大象路这边跨境呢 跑过来把这个病毒给带过来 那么这个现在做这个手法来讲说 看起来是有点迟 但是我们只能够自我安慰说 现在做好过没有做 对就是防范与治疗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样子的 是 那今天非常感谢何主编 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 我们还会有新周主编点新闻 我们还会有新周编点新闻